李靖芳歌仔戏团与草屯深耕十多年 连续七年融合南投县结束演艺团队 特别推出凤凰遨游闪亮南投 南投县乡镇巡演计划 将走遍石山乡镇 结合南投县各地文化风情 编写成独一无二的在地故事 首场在草屯开跑 吸引不少铁粉到场 我们都看过老师的戏 它是很精致 而且它还是从以前 我们草屯在地民族歌仔戏团 培养出来的 然后走向比较更学术专业的 我觉得不管是本土 或是走进路线 我们都会很支持 剧中歌词道出草屯的人文及光光特色 以折纸戏 白鸟嘲讽由宝导的小型精致演出 融入格仔戏特有活戏即兴展演方式 亲切剧情与观众现场互动 整天出其不意的戏剧效果 因为老师演出很好看 然后就是让年轻人可以更多 就是学习的文化 我是大学的时候 就是大学这期间才刚开始看 然后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的服装都是不同的 就是颜色也多彩多姿 也很滑艳的这样子 谢远检刺生表示 李静芳歌仔戏团经常于校园社区 以及庙会等地演出 相当受到欢迎 期望借由下乡巡演 让民众能够亲近表演艺术 也为中部格仔戏艺术推广 及文化永续发展 尽一份心力 特别感谢李老师这么用心 所长在里南超顿顶 这个表演 从我们的文化再传承下去 延续在我们南投县十三乡镇 这是让我们这些事大 让它回想到过去那种农业社会 那时候看到的滑雪 现在滑雪的东西已经慢慢在流失 我希望能够把它找回来 再把它传承下去 团长李静芳表示 剧团也希望透过与观众近距离的接触 提升团员临场反应与实战经验 展现多年培训成果 让喜爱歌仔戏的乡亲得以进一步认识 并借此开发传统戏剧欣赏人口 记者洪一伦巧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人口 好